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爱健康频道本期节目的内容是 就一把琴赛,实力花生,血压低了,血糖稳了,有需要的朋友收藏起来吧 患有高血压的人很多,60岁以上老人,几乎每两个人就有一个有血压高 随着现代人饮食生活方式的改变,工作负担和生活压力,日渐沉重 高血压呈现年轻化的趋势,如不控制好血压,随之而来的可能就是脑族重和关心病 简单通俗的说,就是管住嘴,麦开腿 管住嘴,只每天摄入的营养要均衡,各项营养指数要达到合理比例 麦开腿就是要根据个人体能做适量运动 除药物帮助外,还可以多吃以下三种天然胰岛素 1.芹菜 原料,芹菜100克,豆腐250克 制作方法,将芹菜择洗干净,去根 1.下沸水锅中焯一下,捞出,戒成小段,生入碗中备用 将豆腐漂洗干净,切成1厘米,煎放的小块,待用 炒锅制火上,加植物油,中火烧至6成热,加葱花,生姜末,边炒出香 放入豆腐块,边煎边散开,加清汤适量,煮5分钟后,加芹菜小段,改用小火,继续煮15分钟 加筋盐,味精,五香粉,拌匀,用湿淀粉够薄芡,淋入麻油集成 功效,具有患中医器,静热浆压,降碎糖的功效,此外还适用于糖尿病 2.花生,材料,生花生,金醋,制作,生花生,金醋适量,倒出浸泡7天,早晚割10粒,待碎压浆后,和隔日服用 供销,本方具有清热,降碎压,对保护毛细管壁,阻止碎酸形成有较好作用 3.香天果 香天果随名大叶桃花新木,属于炼科植物,原产于南太平洋最洁净 受污染最少的所罗门群岛,产量稀少,较为珍贵 香天果新凉,解热,收敛,无任何副作用,为非常难得的一种植物 马来西亚《小药木录》中记载 香天果胃苦,色,新凉,解热,收敛,种人强壮 都说所罗门香天果功效高,在所罗门居民因为长期使用它 连三高等慢性病发病率都比其他地区低,这一功效还被载入了马来西亚草药木录 1.治疗高血压的功效 人们因为高血压身体经常感觉不适 尤其是头晕头疼等感觉,严重影响正常生活 香天果所含的黄铜,急躁脚干能够护张血管,增加血管弹性 有效改善血压循环,达到降压和保持血压平衡的效用 2.治疗糖尿病的功效 大家都知道糖尿病是因为人体胰岛分泌的胰岛素不足 已有效分解和利用身体的糖分 致使血糖升高,随尿液排出体外,长期如此,就造成糖尿病 香天果所含的燥脚干能够出进一道酥的分泌,分解 利用体内的糖分,达到降血糖的目的 3.治疗高血脂的功效 高血脂是因为低密度脂蛋白在人体含量多 这是一种对人体有害的脂蛋白 香天果所含的黄铜和灶脚干能够降低这种低密度的脂蛋白浓度 升高对人体有益的高密度脂蛋白浓度达到降血的作用 4.治疗高胆固醇 香天果可以抑制胆固醇的吸收,降低坏胆固醇的含量起到降低胆固醇的作用 也减少因微高胆固醇引起的动脉阴化、中风等疾病 5.预防心碎管疾病 由于香天果能够出筋碎液的循环,增加碎管弹性的作用 对心脑碎管疾病也几道预防作用 如中风、老年肢带、动脉硬化等 同时也降低了三高的发病几率 6.保肝、护肝 香天果作为一颗颗植物果时 对身体的各个器官都起到一定的协调作用 可以帮助分解体内的毒素 通过代谢将肺物排出体外 尤其是肝酱因为饮食 生活积累了很多毒素 香天果的这一功能能有效的保护肝酱 7.美容、养颜、抗衰老功效 因为香天果的排毒作用 对女性的生理、心理都会产生正面效果 而且香天果所含的 肇脚肝和黄铜 能够有效清除养肢油肌 促进细胞的分裂 起到抗衰老、活化细胞 舒缓更年轻的作用 达到美容养颜 去半年轻的效果 8.增强免疫力 长期使用香天果通过对人体组织器官的修复 恢复器官活性 同时又促进了血液循环 增强了人体的免疫力 使用方法 吞服 将香天果 外壳包开 用内果仁 果仁对半掰开 确认内心为白色 将果仁掰碎 用水直接吞服 微信提示 不坚力咀嚼 其苦味太中 今天的内容到此结束 喜欢的话 请按订阅关注我们的频道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